阿姨你在爆小馄饨吗 可以看一下吗 正好捕捉到我们家阿姨在爆小馄饨 现在就成我们家了 不是我们家 不要误会 看她这鲜肉 好干净 皮子特别薄 这个皮是我们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呀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包括你们吃的面条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面条也是自己做的 面条和脚皮的都是自己做的 老板你不是福建人吧 你说我是不是福建人 我不知道啊 我们福建人说话普通话普标准 你是福建的 我也是福建的 你是哪里的 我是福建 我也不知道哪里的 哈哈哈哈 这里就不是很近的 哦不是 有福建的人说话 福福福建对吧这样 我们说话没北方人 咬字清楚 我也不是北方人啊 阿拉桑爱你 我们家这上海的朋友在笑死 别笑了上海话就这样 你去考一个集好了 我考一个集上海话有几集啊 好像不知道 应该去了解一下 哦我去了解一下 我估计我也考不过 你干嘛考不过啊 上海人还考不过啊 因为上海人有普希和普通的区分 其实现在很多像我这种八百多的人 有很多上海发音工标准 那他们是用一般上海话 一般普通话那种呢 就是俗话所说的那种养精棒 就是前段时间斗铃上面 有很多因为这个上海话不标准的 就是被很多人喷了 老板这个小馄饨怎么打包啊 生的 熟的会不会糊掉 老板我们漂洋过海过来了 我们冒着死过来的 今天五百多个人 冒死也要吃 快递不行吧 可以快递 冷冻的也可以快递吗 那奴获什么都可以快递吗 我朋友说饱了 不行啊 再来一份 来 我都吃 你点 我什么都吃 好 炸馄饨 来一个 吃光了 其实我们两个人已经挺饱了 但是来了 我觉得一定不能放过这炸饺子 炸馄饨 这个特写给一个 这个夹的瞬间就是那种脆脆的 什么感觉 好香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夹和那个辣酱 醋 复合那个辣酱 哇哦 哦 来来来 我这个我要给你们吃一下 这个 我听到了 我朋友在那吃嘎嘣脆的那种 瞬间我东北话语出来了 这个要靠近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要靠近一点的 好神奇的味道 真的是外脆 你嫩的感觉 你嫩的呢 又不是那种肉的那种 太近了 看到我的毛孔了 这个你没吃过是吧 在上海 没有吃过这个味道 我很好奇 肉 就这个味道 就是有点 好像海绵 对 棉花糖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都想打包 但是我们坐地铁 那不能等会儿 来个坐地铁的时候 旁边人 什么味道 等会儿旁边人都弄饿了 不行 最主要的 它这个炸馄饨呢 不油腻 对吧 没有油腻的感觉 很清爽 太满足了 你今天穿的这个 紧身的衣服 我觉得肚子都出来了 是鹿旗庄 鹿旗的 来看一下鹿旗庄 没有啊 我不收肚子的时候 是这样 不要笑话我 女孩子一定要收肚子 我告诉你 肯定会有人喷你 没关系 喷我都行 一定要收肚子 不收肚子 刚刚的那个效果 看到了没 一定要收着这样 细紧 所以我吃不了多少 一直吸着 真的好满足 我们要不要坐一会儿 慢慢消化了再吃 再吃一轮再吃 所有的都吃一点 老板我要鸡爪打包 一份是几个 一份是五个 那我要十五个 我要两个蒸饺 两个蒸饺 两个蒸饺 然后两个馄饨 然后我也要两个 小份的吗 大份的小份的什么意思 小份的十五个 然后大份的二十个 二十个必须大的 大份的生馄饨 打了炸饨饨 好好好 我们吃好了打包 这是我的是吗 这老板好细心啊 还给我冰冰冰袋 必须支持你的事业 必须支持中国人 需要给您装一些辣酱 要的 灵魂酱不能少了 我们跟我朋友吃了 总共不知道多少钱 其实 因为要加上打包的一起 七万二 人民币大概是五百块钱吧 对 这个是我们的战场 吃好了打包走 老板我们走了 我们吃完饭了 然后来 来一杯饭后咖啡 拔许 我们吃完 好的 святоere 放下 dj 哎哟 丫 spiral 哈哈哈哈 哈哈oup 哈哈哈哈